前段时间呢 糟糕我们被你包围了这个游戏突然火了下 在Steam上也是演来了一堆模仿者 但是作为了一个多年的游戏老宅 就对它这个游戏还不够对味 就觉得它对话不够多 每次都是来来回回那几个选项 怎样说有没有什么办法 去弄一个打不完结局的游戏呢 朋友们请坐 好客户的小哥们再见 也请坐 我是李小白 今天我们就来唠唠 GBT是如何改变游戏的 什么样的对话最丰富多彩 最难以理解 有些人认为是老板的命 但是我认为是和爱人之间的对话 想从对话中判断出女朋友的真实目的 实在是太难 平时生活中 我们也经常看到男女朋友 因为不能相互理解到位而吵架 所以咱就说 能不能用GBT来做一个恋爱模拟期呢 毕竟大元模型对人类的情感的理解能力 是出乎意料的 你甚至可以用无辜的老奶奶 来道德绑架她认真工作 而利用这份极强的共情能力 我们可以把GPT做成一个练习的对象 来帮我们在练习中快速学习女朋友的思维 于是我跑深圳去和林哥一说 林哥听到这个项目之后 也觉得非常有趣 林也给我整个台搭载了 Coreo Ultra 9的华为MateBook X Pro 来当做我们的启动资金 我问林哥这次非常要上Ultra 9 他说这次处理的项目比较复杂 又要跑大模型又要画图 但性能还是得奔放一些才能升得住 恰好呢 皇后就在笔记本里 塞了一枚Intel的Ultra 9芯片 支持40把的性能释放 插天后的峰值功耗甚至能干到80万 而且重量控制还极其出色 整个本子才约80颗 可以说是往哪里带都方便 甚至两根指头就能夹住 咱没事的去星巴克喝喝下午茶 都可以随时逃出来 进行一个恋爱模拟教训 OK那说了这么多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游戏玩起来体验是什么呀 ZoE的最开始呢 系统会模拟世界万物的运行 给我们四个风格九一的女生 让我们开展不同难度的恋爱模拟 咱们就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人 开始恋爱模拟游戏 同时系统也会为这个角色称为画像 游戏的目标也很简单 内部有一个好感度系统 初始的好感度设置为20 在游戏的最开始呢 为了防止我们找不到话题开始 我们会让游戏来生成一个背景故事 方便后续互动的展开 比方说 女主是玩家相识多年 有好感但未曾表白的老同学 双方已经相互认识 然后我们直接从一个 微信聊天的环境中开始模拟 除了背景内容以外 每次还会给我们 生成三个剧情选项 而我们的选择 则会决定了角色 对我们的好感度高低 如果有了高群上的选项 那么好感度就会提高 如果咱们不太会捞壳 选中了别人的雷点 那么这个恋爱模拟器 就会给我们打低分 降低我们的好感度评级 然后呢 不断重复这个过程 只要最终好感度 能达到90分以上 就算本次游戏成功 好了 现在你可以去现实世界中 和别人打交道了 如果好感度降到附属 那么游戏四种失败 大侠就重新来过 整个游戏就是这样 非常简单 相信大家看视频 就能充分理解 那么这样一个恋爱模拟器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回看这个游戏整体 其实从头到尾 咱们需要处理的 就是两方面的元素 文字和图像 为了把这两个元素串起来 我们选择了 Coffee UI这个工具 作为核心框架 像比大家熟悉的 Coffee Diffusion的Vive UI Coffee UI更加自由 可扩展性更强 你可以通过 自主定义节奏的方式 来增加更多的功能 就算是个小牌也没关系 可以一键copy大佬的工作流 在下面整出全新的花火 这次咱要参考了 一个叫做AI西游记的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 你会扮演刚出生的美猴王 来体验一个西游戏 为主线的交货游戏 而我们这次做的主要工作 就是在这个交货的框架上 讲好恋爱模拟器的工具 好在Coffee UI具体的 测展功能非常方便 我们可以用Python 来直接手搓一个全新的节点 来满足上面这么多花里胡哨的需求 它的逻辑模式非常清晰 甚至可以直接理解为 我们做的一个个节点 就是一个个Python的函数文件 Coffee UI只是用了可视化的方式 来帮你把美的函数之间给连了起来 稍微有一些变成基础 就可以上手 就拿我们自己做的这个节点来说 它由三个部分组成 一是状态机 负责记录我们当前的游戏进度 比如说好管度多少 过去发生了哪些剧情 二是负责我们输入内容的 Propt迭代器 然后根据当前的状态机来判断两个人的关系 最后给我们生成新的文本内容 第三部分则是调动大圆模型的端口 在这个项目里 我们选择本地的LRM 来做整个项目的驯动器核心 用着之前测试过的XGIM-3 6B的模型 这个不出意外的有些翻车了 咱们的零艾模拟器第一版 运行下来的显量速度齐慢 差不多5到6分钟才能和你有电话一次 所以我们就对项目进行了一个排查 结果发现 还是圆满的XGIM-3 6B运行起来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如果只是单论对话的话 其实效果还行 但是咱们这次项目比较复杂 就像咱们开头说的 我们需要生成世界观 生成剧情策划 还有生成图片等等 看似只有百八十字的剧情 实际上背后跑起来一轮可能有上线头 非常能消耗资源 而且为了让咱们的每个模块之间不被相互干扰 我们给它们分别设置了好几个agent来工作 什么是agent 简单来说 agent就是有一个独立上下文的 规定好TASK的专用LM对话 相当于是一个小程的专家 这样一来 虽然它的通用性下降了 但是它干起来本专业的活确实是更加起劲 agent之间还可以相互合作分工 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门前的活就行 不容易被其他工作干扰 而在agent一读我吧 每轮对话的时间自然就变长了 所以我们得想办法优化一些 为了提高对话的整体速度 我们上了intel最尊发布的开源工具包OpenVINO 同时把本地的XGIM模型 进行了一轮4比特量化 以此来提高模型的想象速度 这样一轮操作下来 把最后一轮对话的时间压缩到了一分钟左右 算是初步满足了我们的需求 当然 在解决了文字对话的难题之后 我们还需要给文字加上游戏画面 为此 我们在自定义节点里面 会调用了一个场景描述的agent 他负责的工作也很单纯 就是根据我们的好感度系统和对话内容 生成不同的画图prompt 而这些prompt 则会被ConfiUI继续输送到下面的画图环节 来生成我们互动的具体图像 为了保证对话里面的图像变化波动不会太大 不会聊聊的突然发现女主变了人 咱们就把Stability Fusion Seat视成为固定 这样一来就得到了对话背后相对稳定的画图 当然了画图背景也不是一成不变 只有当我们几轮对话下来 好多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才会重新调整新的prompt和种子 来接受到全新的过程CG 这就是我们整个恋爱模拟器游戏的简单介绍了 当然由于时间有限 咱们这个项目还是有不少能优化的地方 比如说有时候剧情生成的衔接也不太合理 有时候它会不断的给我生存重复的剧情 或者是聊着聊着给我带到古墓里 在绘制画面的外形方面 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空间 比如说如何给女主换衣服 如何控制女主的动作 这里面展开都有挺多可以慢慢研究的地方 以及有的时候剧情策划的agent会抽风 不断的给出三个正面选项 也就是说不管咱们怎么选 这个恋爱模拟器最后都是注定成功 要是真实的恋爱也是这么简单就好了 OK 这就是咱们这个GPT恋爱游戏项目的一些技术细节 可以看到项目本身的负载要求算不上高 但是这次华为MateBook X Pro的表现 实在是出乎了我的意料 前些年咱们想在本地跑一下这些大圆模型 或者是跑个简单的实用学习计算 必须得用到独立相打 甚至是专业卡才可以 那时候咱们的实验室里 如果有个学长能够找2080Ti 咱们都得玩得要和他说 希望空闲的时候可以借上谈谈卡被拥有 难道这个说下去 未来是不是人人没事都能跑个本地大模型来玩玩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追求这视频内容感兴趣 想实际玩到这款游戏 欢迎一键三连 我们会推进更完善的版本 发出给大家体验 也许让大家早日在现实中洗劫连理 不需要像我一样 还需要练一模仪器的方式 咱们还是 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